横拍反手我们一般叫做反手拨球技术 直拍反手一般叫做反手推打技术 英文横拍的反手呢 主要是以这个前臂带动手腕 转动来进行拨球 直拍的反手呢 是用这个走关节带动这个前臂和大臂 前后来技球 他们在这个发力方向有一定的这个区别 所以说传统的这个直拍打反呢 他的反手是以这个防守为主的 他没法去拉这个弧拳球 很被动 那么是不是说横拍就没有这个推打技术呢 那么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横拍呢 他是也有推打的这个技术动作在里面的 只不过他这个手腕的转动 要比较灵活一些 他有点像这个防弧拳球 横拍反手这个防弧拳球 他的手腕的动作动得很小 前臂呢没有大幅度的转动 靠手腕这一点点动作来击球 那么为了和直拍传统的这个推打技术进行一个区分呢 那么我今天将横拍的反手拨球技术定为两种 一种是横拨技术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反手拨球 横拍反手拨球 另外一种呢就是推拨技术 动作很小 很小一点点 反手横拨的衍生技术是快带快湿 拧拉弧圈 横拨的技术特点是转 以上升后期到下降前期为主 摩擦较多 球卷转强 反手推拨的衍生技术是快点 弹击调打 推拨的技术特点是快 以上升前期为主 碰撞较多 摩擦较小 球速度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